OK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啊 今天给兄弟们 因为前面几天的话 我们解说的一个 5v5的比赛太多了 所以说的话 今天我们还是回归 我们的老本寒啊 给兄弟们解说 我们剑惠单挑赛的一个比赛 剑惠单挑赛的话 对面的话是我们 魏洪峰的一个 花果山的一个 关键班是我们的一个 十八粒的一个淋波城 按道理来说的话 魏洪峰这个小子的话 单挑技术的话特别好 而且玩物理系 我觉得魏洪峰 这个单挑技术 没有话说 有毛病的话 就是硬件有点差 手机型点环 这麻号有点差 除了号有点差之外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对吧 对面 三回回要招了三个宝宝 每个宝宝造型都是不一样 就证明对面的 这个英雄词比较深 对吧 一个吸血鬼 一个狂暴 对吧 一个魔镜激发 好吧 关键班的话 十八粒青色的黑色童子 对面的话 第一回合放下 第四回合的话 加了一把野兽之力 我们来看一下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这一场对决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比赛啊 关键班十八粒 我十八粒这个号的话 这个全号的话 买魏洪峰这个花果山的话 也不能买太多吧 估计也就买个四个 买个三个是肯定可以买的 魏洪峰的话 大概在五十到六十左右吧 这个还是炮哥给他的轻型评价好吧 估计就看这个宝宝啊 看这个什么 狂暴隐功啊 就这吸血鬼啊 估计 对吧 三十都困难 好吧 十八粒的话 全号的话 基本上是一百五 一百五左右嘛 就基本上 十八粒一个号 能买魏洪峰一队 就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局 但是的话 孟宝西游从来不是一款 对吧 就是没有悬念的比赛 就所谓说的话 比赛的话还是会有悬念 我们来看一下第七回合 第七回合的话 脸边的话 宝宝都招起 对面的话 呃 宝宝看醒还可以 观察班的话 黑色童子摸进激发 对面 花果山这个看 看醒也还可以 对吧 观察班 尼莫城有一点点打不动 我们来看一下 尼莫城什么时候起身 起身军 先拼一下 对面这个丢魂的宝宝 哎 他这个前面这个宝宝可以啊 法术残余的 带高年高臂的 而且看 而且看醒还可以 这边的话 十八粒也不给你磨磨叽叽了 直接给你开身军 我们来看一下 花果山这个门牌 打这个东西的话 不会太厉害 直接单头 单头的话 一千四 伤害没有特别高啊 对面宝宝老齐法术繁育干嘛 这边又没有法系 真军金套 BOOM 3800 繁育3800 繁育5700 我跟你说啊 就下一把真军打过去 对面宝宝繁育都要死三个 好吧金套 对面人物宝宝全部繁育 对吧 人物也没有动啊 你看 两个 三个 这能赢大哥 可以 对吧 孟宝西游的几率还是比较正常啊 神游的几率的话 20%嘛 按道理来说的话 四个宝宝神一个的话 对吧 就差不多25% 还可以啊 对面一回合会清掉三个宝宝 这边的话顺势的话 直接出了一个全魔的一个顺法 我们来看一下 后称雪山单挑戒 第一物理系的魏洪峰 还有什么小花招 我觉得没有花招了 赢不了了 就这PK 怎么打怎么输的局 神仙都难救啊 真的 神仙都难救啊 对面这个像是个隐功 又像是一个配数 应该是个配数吧 对面现在头上面也没有什么技能啊 而且宝宝也出不起 对面这个宝宝还可以 他在后面这个宝宝还可以啊 有那个4-7啊 有4-7 后面这个宝宝还行 来看一下对面 有没有新的一个套路 召唤 回归测试中 不知道魏洪峰什么时候回归啊 其实我很期待魏洪峰 大潭官府回归 大潭官府打得好一些 打环弓好打 打进回单交赛 大潭官府不好打 打进回单交赛 大潭官府跟那个高级步兵 没有什么区别 对面坐飞机 飞机 三害 中规中矩吧 三害有骑士 三害也还 一般般吧 两千多啊 也不太行啊 中规心里话 这三害 也不太行 不过的话 对面的话是肯定是 加过防御的呀 应该不是一个权力的一个属性 三害 谁骂我 大青 Kyuk 大青枣老都老° 天剑 你看对面看行还可以 反应力加的挺处 你看 武器 出门 飞 一锤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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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打到现在 凌波城还有四个宝宝 对面还有两个宝宝 在宝宝赛面凌波城占据着一个绝对的一个优势 这一把金涛只要对面宝宝布城基本上没有了 我这乌鸦嘴啊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打这种剑灰单脚赛的话 铲上面宝宝骑是非常关键的 好吧 铲上面宝宝能骑全能骑背很关键 对吧 关键帆我觉得可以先出宝宝 先出顺法 出顺法 这个顺法砸对面好像也砸不太动啊 这顺法 感觉对面是有套路啊 虽然说打这个剑灰单脚赛套路没有特别多 感觉对面的人物看型跟宝宝看型都还可以啊 兄弟们有没有觉得 感觉瑞活风的宝宝反育好高啊 关键帆十八利 有点打不动啊 一刀一万多 兄弟们你们跟我说一下 我现在解说比赛解说到19回合 我有一个误解 到底是关键帆没有加权力呢 十八利没有加权力呢 还是对面没有加权力啊 会不会对面是加权力的 但是十八利这边加了防御 导致十八利这边伤害变低了呀 并不是对面花果山加了防御啊 我现在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 就十八利这个伤害的话 打宝宝怎么可能就两千点血啊 那应该是对面花果山没有加防御 只是观战番 宁波城 看型加的更低一些吧 就 力量点加的没有那么多吧 兄弟们我觉得 炮哥说的没有错吧 啊 这宝宝神上没了 这宝宝神上十八利要翘啊 就 他这个伤害打开不了局面 亲对面宝宝亲不掉啊 还有两个宝宝 对面宝宝已经全 全齐了 还有两个宝宝宝都出不起了 打不过打不过 蛋格斯宝宝没有神 没有神就结束了 只有两个宝宝宝宝出不起了 那十八利这边也是犯弃了呀 我觉得 十八利这边的话 还是要走一个暴力流的一个路线啊 还是要加全力啊 加全力 比较舒服 好吧 也 欢迎我们魏宏峰 重新回到我们的梦幻家族里面 期待有更精彩的一个比赛 兄弟们